挥别周末好天气受东北季风正常影响 花东地区气温下降 清晨夜晚都明显偏冷 加上华南云雨区接近 水气变多了 这个星期东半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短暂雨发生 一直到星期五之后气温才会回升 降雨慢慢趋缓 民众外出时还是得攜带雨具 享受完周日上午的阳光 周一起天气要有变化了 这周受到华南水气冬移通过 再加上东北季风带来冷空气 东半部容易下雨 气温下滑 周三周四水气削减 东半部仍有短暂雨发生 持续偏冷 提醒民众适时调整保暖穿着 从17、18这短波过来 然后到19号开始 整个低温大概都会持续 比较持平在16度左右 所以在早晚的时候 天气都会比较凉 所以你如果早出晚归的时候 可能真的要适时添加一些衣服 然后在整齐的来看 这周整齐来看 天气都不会好 所以出门还是期待雨 就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到21、22、23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风向开始转的比较偏东风 也稍微有点东南风的一个情形 所以温度大概就会升起来 最高温大概还会到24度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受到迎风面 华南雨区的东影 还是比较偏像有雨的一个天气 所以这一周整齐来看 天气都不是很好 然后今明两天就是17、18 我们还针对整个台湾 几乎都台湾都会包进去 在花莲这个地方 我们也发布强风特保 周五开始到周日 东北季风减弱 华南云雨区东移 再加上方面接近水气增加 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不过气温略为回升 周六补上半日 提醒民众出门 别忘了吸带雨具 增添衣物保暖 沿海活动也留意 增添和长浪 接着长帮映航连师报导